同样是跟健康相关 小六的学生每10个人里面就有6个有戴眼镜 保护视力健康 新竹县121座国中小 是实施大下课健康促进活动 国小每天有20分钟 那么国中是有10分钟 教室要100%的进空 鼓励学生多运动 做护眼操来放松眼部肌肉 让学习更有效率 下课钟声响起学生陆续到户外 教室也关灯进空 保护学子视力健康 全县国中小学实施大下课健康促进活动 那是希望我们在国小的阶段 每一天都有20分钟 国中的部分每一天都有10分钟的大下课 那我们要求学校要能够做到教室进空 让孩子能够到户外去放松眼睛 并且县府有推出我们的护眼运动操 那也希望说学校也可以透过这个运动操 能够让孩子动动眼睛动动身体 让整个学习的效果能够更加的良好 20分钟的大下课时间 有的打雨球有的跳绳 根据统计国小低年级学童 每班约有两到三成近视眼 高年级有六成学生戴眼镜 培养护眼和运动好习惯 这学期开始全线121所国小国中 分别实施每天至少一次20分钟和10分钟的下课时间 教室需百分之百进空 不可与打扫活动合并 只见学生做起健康操 也大跳新竹县四边的爱眼健康操 加强放松眼部肌肉 透过运动刺激分泌多巴胺 能强健体魄也能调适护夜紧张感 大下课时间我们就会固定播放护眼操的音乐 然后提醒孩子们要到户外来做一些活动 那小朋友因为当时候我们在开学的时候 有举办过护眼操的教学跟竞赛 所以小朋友们也都能够配合相关的活动 然后听到音乐就知道这个时间我们要出来运动 中断长时间的用眼鼓励多运动 无形中提振精神 上课能更专注 视力保健从日常做起 要让孩子眼睛健康学习更有效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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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 对 谢谢观看